变色龙属于爬虫缸,有林木,主要分布于非洲东部与马达加斯加 有着奇特的身体构造,舌头比身体长很多 舌尖上有线体,能分泌大量粘液粘住昆虫,瞬间伸出捕食 主要竖期,尾巴长,能铲卷竖枝 视力绝佳的双眼可在眼眶中各自独立转动 不协调一致,这种现象在动物中是罕见的 双眼各自分工前后注视,既有利于捕食,又能及时发现后面的敌害 四肢较长,前后肢均聚无止 前肢内侧三指愈合,外侧两指愈合在一起,可相互握持 后肢相反,内侧两指愈合,外侧三指愈合,能更善于在树上攀爬 在变色龙所有古怪的身体特征中,最能代表它的就是能变色的皮肤 皮肤被颗粒状灵覆盖,真皮内有多种色素细胞 通过皮肤里的色素细胞扩展或收缩来变化体色 会根据周围环境来变换体色,能帮助融入周遭环境 大部分的皮肤色泽变换实际上是一种用来沟通的生理反应 通过变换体色来传递信息和同伴沟通 体色变化主要是用来表达情绪和传达讯息的功用多于伪装与欺敌的作用 他们经常在捍卫自己领地和拒绝求偶者时,表现出不同的体色 为了显示自己对领地的统治权,雄性变色龙对向侵犯领地的同类示威 体色也相应地呈现出明亮色 当遇到自己不中意的求偶者时,雌性变色龙会表示拒绝 随之体色会变得黯淡 变色龙的种类约有160种 其中在马达加斯加居住的种类占一半左右 有59个种类是马达加斯加所独有的 接下来介绍几个不同品种的变色龙 高冠变色龙,又称为叶门变色龙,栖息于叶门及沙乌地阿拉伯的阿拉伯半岛地带 主要栖息于树或大型植物上偏好较温暖的环境 雄性全长为43至61公分 雌性体长较短,不会超过35公分 雌性高冠变色龙可活5年,雄性则可活8年 幼年时期的高冠变色龙并无变色能力 体色是单纯的浅绿色 随着成长身上的条纹也会逐渐变得明显 一般在6个月后就可以成年 雌性变色能力一般都比较差 大多是在怀孕期才会有比较出色的体色出现 它们一年可繁殖超过一次 每次大约产下12到20克卵 最多可产到70到80克 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头上的头关 不论公母头上都有头关 头关会随着年龄而逐渐增大 最大可达5公分 专家认为它们头上的高关主要是用来凝聚雾气 成为水珠以供应用的工具 豹变色龙 又称为七彩变色龙 分布于马达加斯加北部地区 高地热带雨林区到平地草原区都有分布 大部分是高地形 雌雄两性的体色是不同的 雄性的体色可说是千变万化 但雌性就主要是土黄体色或是橘红色 比较单调 只有在繁殖期才会有较大的变化 雌性体型也较小 杰克森变色龙又被称为三角变色龙 因为雄性的头部长有三只脚 可用来争夺交配权 产于非洲东部的中小型变色龙 体型娇小 一般都在25公分左右 是肯亚和坦上尼亚的广石性掠食者 已被当成宠物物种输出到很多国家 会根据心情 环境状况和温度改变体色 最为不同的就是 它们是胎生的变色龙 交配后的怀孕期大约6到9个月 雌性每次可以产下10到30只幼体 幼体产下时 是包在一个粘性的薄膜囊内 变色龙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爬行动物 更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奇迹 它们的色彩变化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 还展示了它们丰富的情感和社交互动 无论是在丛林中静静潜伏 还是展现绚丽的色彩 始终让人惊叹不已 这种神奇的生物提醒我们 自然界的奥妙无穷 值得我们细心探索与珍惜